梁振英真的沒有走數了 他答應有錢人的一定不會走數 標準公事走數 全民退保走數 對沖走數 全部走數 這些就不走數 臨尾都現在拿來 為何他今天異讀 可能將來 大家坐大地的時候說 我有做事的 異讀的時候 在我任內的三讀 三讀就看看長毛拆不拉布 他最好說這些 主席 說搶別人的生意回來 浪費時間 現在香港有六間 是做飛機租任 第一間叫中國飛機租任 主要股東是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第二就是新創建 梁振英是金主 很清楚 第三間新創建 就有一間叫Goswar 第三間就是中銀航空租任公司 二零一六年在香港上市 由李小家馬上拿去上市 即是吸金 第四間 又是新創建的 就是楊子晶 第五間 就是李嘉誠的 exhibitor 但他就在外蘭 那裏註冊 是在2014年、2015年做這些行業 全部都是因為美國的股王做這些行業 那裏註冊 然後還有一間最新的 新鮮滾熱辣 是亞航 亞航資本 總部在馬來西亞離岸中心 即是不在這裏 這間工具如果是做的 可能會來這裏做 第五間 就是香港國際航空租任有限公司 是海航集團的 即是現在炒地炒到幾萬元一尺 接著還有一間叫 香港航空租任有限公司 是渤海租任旗下成員公司 以及一起做的 原名叫做海航香港 他們說 梁振英是吸收外面的東西進來嗎? 是在做生意的人 交少些稅 是不是? 賺一百元 有八十元不用交稅 都未夠折舊 折舊 不要計算 算數 即是賺一百元 就拿二十元來交稅 還要減標準稅率 做八點二五 我計過了 即是賺一百元就給一個六毫五 主席你做會計師 這個數字真的很耐忌 即是說 現在在我們香港做生意的人 首先給少些稅 說這麼遠做什麼? 如果真的這六間公司 是要走去愛爾蘭和新加坡做 還用你說嗎? 因為他要靠近香港 大部分 因為是自己人 新創建 李嘉誠 就是以香港為家 李嘉誠 已經跑去愛爾蘭 最多叫李嘉誠回來 是不是? 李嘉誠 還要去 斥資購買 Ariation Capital Group 那間是馬來西亞 離岸公司控制 喂哥 很簡單 有錢佬 有錢人 我說這個稅 我為什麼反對? 這個稅制是 明明我們已經到手的稅 不要 不是說人家 人家本身想來交稅 因為那些稅太貴 我們說 你交少點來 不是這樣 你梁繼昌說到哪裏 我們議會到底站在哪裏 我們議會到底站在哪裏不變 看資料 六間公司 很簡單 跟著諮詢什麼呢 主席 諮詢那幫人 全部都是行家 我讀出來 博文律師事務所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德芹 諮詢有限公司 香港飛機租任及航空融資協會 即是剛才那六間公司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港龍航空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這樣就是上市嘛 是不是? 那一定是好 跟著香港 快運航空有限公司 香港會計師工會 當然啦 有生意嘛 你們做的行 老實說 離岸的時候 為什麼會創造一千多個職位 那麼少呢 就是這幫人做的嘛 是律師呀 識金融的人呀 那些核數師呀 那些生意呀 那些做的嘛 那些生意 所以萬必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千多人會弄到萬多人的職位呢 就是直接千多 間接萬多人的職位 那幫人有錢嘛 去一間 美麗的餐廳吃東西 你也知道的啦 張局長 只走進去的時候 有四個人叫你 阿sir 是創造這樣的職位嘛 去四季酒店吃東西嘛 去四季酒店吃東西嘛 批評我們嗎 批評我們嗎 這幫人 自己去諮詢自己 自己 自己是在香港的持份者 交稅的 他說 不要了 我們要吸收外面人 不如你先減了我的稅 各位 在聽聽的同事 天下有沒有更可恥的行為 有沒有呀 講來講愛爾蘭 講天下無敵 講愛爾蘭 他做了這麼久 做了二十幾年 做了二十幾年 他創造的這個 這個 對愛爾蘭的經濟 是 比例 控制很小的 新加坡也是 現在 這個 北非特 這個美國的股神 開始做這一行 大家都去做 大家去做的時候 我們原本在香港混賬的 那些 新創建 李嘉誠 都是慢慢賣的 不敢大手大腳的 好了,現在有了 有大陸了 你剛才讀了 中國銀行呀 海航呀 這個 這個 這個高雅底下的公司 大舉拳腳 現在我先不主席 提愛爾蘭一句 我先知道為何習主席 快訪問了 習主席 為何去到外國 一定是買空中巴士呀 即是說真的買這些 買完回來 就賣給那些人 集團購買力而已 就賣給那些人搞 搞租基 那些人在大陸逃稅 落到這裏 大陸的稅很高 抓的嘛 好了 我們的政府 我 梁振英就是和這班人一一一一一一一 他一定要報他們的 他就在這裏搞 搞就是 在大陸你不要交稅 你騙中國人 哎呀真是慘 我是中國人 但交稅的時候 我不是中國人 非不非相啊 主席 香港人 因為港稅便便宜 喂 納稅是公民的義務 我們在弄一個低稅的天堂 被那些 找到盆滿盆滿的人下來 在里逐利 還提到我們oras放眼世界 厚ị重時間 局長,你自己計算到他可以透過減稅創造的財富是多少 任何一個做小一單大白帳,吳超之已經抵回了 主席,我明白,多一毫比小一毫 但是你現在這件事,整個問題是反過來理解 即是說他在香港要交16.5的標準稅率,不能夠扣減,除了折扣之外 不能夠扣減那些利潤,扣減了 而現在這班人 從這個角度說,即是說,好像以前王國興說的午餐肉 一塊塊飛出去,飛到鹹水海 那樣的事,我們都有人在議會上說,不做不行,會死人 你現在解釋,老實說,自己泛民自己也是這樣說的 你現在正在那六關,未來的人是不知道的 不是沒有這些事啊,主席 私募基金免稅啊 現在搞個大頭髮,我不知道他免了多少稅,我們多了多少的生意啊 這個議會,除了喝茶 即是列寧說得最好 這個議會本身就兼具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T house,一個就是 Robert Stemp 現在夠了 現在我們每講一件事,講到牙血都出 都說不夠稅 那些官員來我們,來我們這個議會 現在那個是楊永強 最厲害的了 搞這個醫療改革 那些錢在樹那裡生出來啊 他是新加坡人來的 院父子弟來的,教訓我們啊 我告訴他 我們香港人做的財富 有些人窮到立不到稅 沒有貢獻 是這個社會的恥辱 你們這麼容易在香港賺錢 還要減稅 還要 諮詢的時候 全部沒有一個是香港市民的 是那些 叫做什麼?叫做企業 那就可以了 公平嗎? 是嗎? 我們經常說 就說 說天下無敵 去主席 我們用數以千億計的 的錢去做這個基建 去搏大陸 去做 就是我們用錢去推動經濟 吸引錢下來 這些花的錢 是真金白銀的 阿哥 現在我們就想一想 假 找生意之明 先找香港人 將政府庫房應該收的錢 不要先 去其諸於將來別人來 主席 很簡單 我想請教 政府 為何愛爾蘭做了這麼久的低稅 經濟仍然是 從 世界上 就是我上次訪問的 2005年 世界第二大 第二大塊 第二最快 經濟增長 跌到現在 要這個 歐盟救濟 證明這些 政策是不行的 幸好 這個 稅務條例 和害 就是 減少那些 應該給稅的人錢 如果像愛爾蘭 這樣 造成通貨膨脹 其實現在 我們香港也出現了這件事 不過 我知道 如果再說 你就 rule 我 即是說 已經沒有那麼痛 即是說 算了 當黑衣兜 那些黑衣 李嘉誠 那些 給他 他喜歡黑賭 錢回來 搶回來也好 不要拿他那麼多 如果第二些 政策可能是令到我們通貨膨脹 譬如炒樓 炒的士 那些 更糟糕 各位 那位法民的同事 尤其是做專業界的法民同事 是不是 我們的政府 這樣做事 老婆婆一元 賣東西都要告 阿哥 如果用這個邏輯 阿婆 去撿了些紙皮 撿了紙皮之後 代替了 不足的清潔人手 再拿去環保 他 中間被人拿去用 一元你告他 竭盡心思 你想想那個婆婆多可憐 你收回稅款的時候 那個婆婆身袋 為一元被捕 會不會一個 在香港住了幾十年的人 只有三十四元 在荷包 主席 我不能同意這件事 我知道 這是無本生意 但這個無本生意 是因為我們沿海收錢 那些人在這裏 是有 原因的 地緣政治的 就以三家大陸公司 他飛到哪裏 飛到愛爾蘭 飛到西加坡 李嘉誠和新創建 會飛到哪裏 主席 我們唯一做這件事 我看到的就是 李嘉誠可能回來了 他那間叫做 Exhibitor 有六十六架航機 不過他曾經想去收購一間 2014年想收購一間更大 主席 哪裏有這樣做事的 哪裏有 口頭就拜佛 內裏就偷錢的人 那麼少錢都偷 還要大張旗鼓說 為了香港的未來 浪費時間 張局長 你自己回去看書 愛爾蘭還可以擴展嗎 另外一個西加坡還可以擴展嗎 那些佔有率都90%了 你搶人家浪費過來嗎 搶到嗎 浪費時間 所以主席 主席 主席 主席